老师你觉得有高吗 不大 哦 果然 果然我看着你 老师你觉得男生跳球的娘不娘 娘 哎 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吗 你喜欢 我喜欢你吃出什么样子 老师我怎么在那里用头看机关枪呀 哪里行 里面的头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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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同学们 中国的汉字只要有三点水的 就一定有水 沙漠 那沙漠不也是绿洲消失后才行 就可能 但你说一定有水 怪我了 老师说的不够严谨 汉字里有三点水的 就一定跟水有关系 我知道一个字 有三点水 是你的水有关系 哪个字 滚 我们来练习反义词 年轻 年老 站立 堂倒 有个年轻人 躺在路上 有个年老人 太好了 错误 不应该这样说 正确 应该这样说 听老师的 我说的都正确 听我的 老师说的错 这样起来 我说的呢 说反义词结束了 说反义词开始了 我让你们写过去和现在做对比 安家把你的读下来 过去遇到困难有人给你帮忙 你一定以为是雷锋 现在遇到困难有人给你帮忙 你一定以为是骗子 过去一个人每个月30块钱 能养活一家了 现在每个人一个月30块钱 还觉得活不下去 过去瞅的是吃什么 现在瞅的是还有什么能吃 我好看 别人来说 我好看